啊 咱们就从这flask这块开始啊 给大家去带教大家拆拆 对吧 拿着去做点事情 对吧 嗯 因为相对来说呢 这flask它现在还是咱们的什么 那么一对吧 那你还得用它 创个文档 那个权限这块你们你们掌握的怎么样 会吗 不会 啊 就比如说一会咱们会写flask的话 写完了它不有用户吗 用户是不是有权限吗 那些晚上会吗 不会就讲 你要会到时候我就带你开完壳 就不往下写了知道吧 尽量讲咱们不会的东西 你看很会的东西咱就不再讲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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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那也不可能通通到尾啥都讲对吧 你得想办法战胜遗忘 他程序员其实确实不需要背啊 但你在面试的时候你能讲出来懂吗 咱们准备说一个这个flask对吧 啊 flask咱们在学的时候第一步做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个项目拆分啊 对不对 但是啊咱们这次在项目拆分之前咱们给大家先来说一下这服务器这块就NX这块 NX这块 咱们知道NX咱们做完一个项目最终是不是会去干什么呀 上线去部署对不对 那NX咱们说了他是一个什么http服务器 对不对 他也是一个什么是吧 反向代理服务器啊 对不对 那我们在用他部署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奉行的一个概念叫动静分离对不对 是不是啊动静分离是不是啊这知道吧那谁来处理动呢谁来处理静呢啊 啊HP服务器这些是不是就处理静态资源啊 各种静态资源交给他处理那这个反向代理服务器呢 啊 这是不是处理动态了 对不对 再就是呢这个NX除了在咱们这部署以外他还有啥功能呢他还可以作为邮件服务器 就邮件邮件系统其实NX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做邮件系统呢 对吧他能干的活还有很多比如说不做邮件服务器他还可以做流媒体服务器 流媒体服务器大家知道是什么吧 就直播的那种服务器啊我拿手机我在这直播你们能看吧 NX也可以做这种服务流媒体服务器 对吧那这这两个咱们是没有用过的对不对 那接下来咱们回到咱们用的这块了 对不对 那他还有一个功能叫负载均衡服务器 对不对 负载均衡服务器 这个咱们应该用过吧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写的时候说他做的唯一负载均衡服务器 咱们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啊怎么做的 那是不是有一个AppleStream模块将你那些服务器都可以注册在这个里面啊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是不是 没配过 配过吗 没有 没有一会儿我给你们去配一下咱们就去说一下这个东西 对不对 把这个负载均衡咱们一会儿配了对不对 那咱们这个反向代理服务器这块 ATP服务器咱就不用说它直接直接处理 直接处理对不对 性能特别高 那反向代理服务器这块咱们对接过 什么样 UWSGI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软色沃对接过吗 可能对接又没对接的 还有什么这 UNICON是吧 是不是 有很多种服务器 那如果咱们我昨天我也跟大家前天跟大家说过 说这个服务器它其实可以对接什么 对接任意的服务器的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为什么选择对接UWSGI 你能告诉我吗 啊 知道为什么咱们在学建构学佛拉斯时候首选的是这个UWSGI吗 谁自带 张国自带哪自带了 你没骗屁一次兜去吗 你说这你设这哪设置UWSGI了 建构里面那个不叫UWSGI 他叫什么WSGI 对不对 WWSGI用GUNICON也能去不说 对不对 咱们优先选这个UWSGI 是第一块 咱们PICE里面有这个模块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NGICOS 他有 他内置一个UWSGI对接的模块 可以提升一下性能 知道 知道吧 不是简单啊 别的服务器更简单 只有你靠写写写写那个配置文件的时候比UWSGI写的还少 对不对 对 每一个东西都一样 他就那奖配这文件 是不是 然后这UWSGI 他有他的好处 对吧 比如说他可以支持协程 对不对 他这服务器 在服务器级别支持协程 对不对 每个有每个好处 那软色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服务器来用啊 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件事情啊 咱们在歇夫拉斯项目之前 咱们先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来到咱们这边 知道吧 那首先呢 如果我们想用NGICOS 第一步是不是要安装呀 还记得打装着呢吗 啊 还记得打装着吗 忘了 还APT 还PIP啊 NGICOS的安装啊 简单的说一下 可能很多人 是忘了还是不会呢 我就挺闷闷的 啊可以复制这些了 你也应该知道他的流程是什么呀 对官方文档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因为有的讲师他不按我这个方式讲 我一般来说就是照官方文档去讲 对吧 官方文档这这块应该都看过 对不对 那你想看看就第一块来到这文档里面呗 对不对 这是不是第一块是不是去安装呀 对不对 那安装呢在不同的套房系统上 他都有对应的安装方式 对不对 那我们想装呢 是不是在LINUX上面装 那你在这儿是吧 打开他 那咱们装的时候是使用谁啊 是不是幽黄兔啊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啊这个幽黄兔是咋装啊 看一下啊 幽黄兔对吧 那你可以把这些什么 是不是相关的证书是不是都给他装上 对不对 然后再之后呢 将这个什么 将他那个仓库地址 是不是 添加到你的这个圆中啊 是不是 这个版本和以前那个还不太一样了 是不是多少换了一点啊 以前那个应该是你自己去打开去装的 这个现在是不是他能直接把你搞进去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你想要什么呀 这个主线上的版本是吧 新版本可以用这种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把这个K添加上 然后添加一下指纹 然后最后呢 update 然后更新 安装 是不是 OK那咱们现在把这个装一下 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第一步 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装上 对吧 这应该是对新版本的 是吧 啊 打开中端这儿是吧 那输一下密码 密码打错了 下面都OK啊 相对来说速度还是挺快的 对吧 那第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装好了 一个依赖是吧 第二步呢 这个是不是主要的稳定版本啊 对吧 这是稳定版的 那我们优先使用的是不稳定版啊 对不对 复制 来到我们这边啊 粘贴 走啊 那这个这个什么 ngs这个包是不是就加进去了 对不对 咱们原来写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往那个什么呀 是不是souss里面主要加的 是不是就这句话呀 对不对 你看看像不像 是不是啊 db 然后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路径 然后你的这个什么系统版本号 然后你要装的这个软件 对不对 然后 在这后呢 是不是导入他这个官方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证书签名啊 他那3k啊 这点还进了吗 3k这是啥东西呢 比如说所有的软件是不是都是需要签名的 记得吧 你想一下啊 回想一下啊 这个机制呢 他是自这个智能手机有的时候他就是开始有的 嗯比如说 最开始赛班手机的时候 你们用过吗 赛班手机比如说你装一个软件什么能直接装什么 好像不能 好多时候会告诉你这个软件什么证书过期了 那你怎么把它装上呢 把系统时间往前调 调到他那个证书有有效期内 然后就能装了 是不是 因为他那会证书是卡时间的 再后来安装手机 安装手机能随便装软件吗 能吗 你把你的手机重置一下吗 你试试你能不能直接装上软件 不能 你的手机如果是新买回来的 或者说是你这个手机是干什么的 是这个重置过的 你在装软件的时候会告诉你这个软件来源不知道是哪不安全 对不对 然后他告诉你要让你做一件事 你要给他放权放什么权 允许安装未知来源的软件 也就是把你的系统那个安全出口就这个什么安全出口就直接给人打开了随便进 所以才能按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呢 再之后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不是只能从他用上电啊 非用上电的软件能按吗 啊能不能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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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让你去干什么呀 去授权他 你去授权他 然后他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知道吧 如果你都苹果开发你就知道了 对吧 你这个软件必须得经过签名 不签名是不行的 作为一个苹果开发工程师 你得买一个签名 买一个苹果的官方签名工具 多少钱 知道吧 并且是每年多少美金一百多美金 普通概发者 对吧 否则人家是不让你用的 你怎么就能 你用的一些都是已经到上层上面了 哎我用一个住手好像怕就装进去了 对不对 那因为住手已经把钱掏了 知道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软件 他都是有一个验安装验证过程的 他验证你这个来源 知道吧 那这个Linux呢 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需要验证的 那这块呢 你就需要去添加这个签名 如果你不添加签名 在默认的情况下 他是不允许的 你是装拨上这种软件的 知道吧 他就要把这个软件的这个签名给他装上 然后以后的这个软件更新什么 就随便更了 知道吧 就是我已经信任这个软件来源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这个过程 他肯定是不信任的 就像你们SSH 你应该用过吧 那你们用那个Github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SSH 对不对 他是不是也跟什么pdpk吗 然后你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说使用SSH方式啊 对不对 你没有配置证书的时候 你能提交代码吗 不能你只有配置之后 你才能再提交代码 对不对 并且你在提交代码的时候 连用户密码都不就拿了 是不是 对不对 那是因为他配置过了 已经信任你了 如果你没有配置过 他是不信任的 对吧 这软件安装 Linux里面软件安装 也是遵循这个规则的 所以你要把这什么 把它这个k 是吧 下起来 然后呢给它添加进去 知道吧 那添加完了 是不是就OK了 是不是 那OK了 那再接下来呢 那你还可以去验证它 对吧 然后你可以打打这个指纹 去验证它 去看一下它 对不对 你看眼那个指纹 是吧 你可以来看眼它这个指纹 对不对 这指纹是不是都给你打车了 有效期指哪天哪天 对不对 是吧 就像我先跟你说的 那个 散办系统是吧 为什么有的时候 才要让你往前调时间啊 因为比如说现在到2025年了 你去装它 它肯定不成功啊 为啥 它过期了 已经不在它这个证书以后期内了 你要把系统时间往前调 调完了去装 是不是 然后再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安装这软件了 那就update 然后install 那这个单就可以打 sudo 是吧 apt update 去更新 那 你更新这么慢了哈 嗯 等一下 那网有点慢 啊 正在连接吗 啊 看下 看下是不是没有啊 网站不给力呢 啊 确实有点慢啊 确实有点慢啊 我去浇一下啊 嗯 我去浇一下啊 嗯 还有阶段性啊 哎是吧更新了 赶紧一下是吧 这搞的这么尴尬 那这个是不是就更新完了 更新完了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是把nix抓上 找不到 nix转件啊很小的啊 那才多大 800多k知道吧这服务器写的是相当棒的 就800多k的就能完成这么强大的功能 对不对 sang for you 是不是 那现在这个nix是不是就已经抓完了 对不对 抓了之后呢 你可以先查一下看他默认起来了吗 起了吗 拿起啊 哪个眼睛告诉你他起了 啊这就出了一个对不对 那这是啥呀这是个rap指令 这是咱们的查询指令 你查询指令里面有一个nix字眼 是吧 那nix现在是不是没起 nix咋控制了还记得什么 怎么控制nix了 你是不是都放光了 你是不是应该nix然后给nix发个信号告诉他起了呀 对不对 或者我们在启动的时候给他一个配置文件对不对 如果不给配置文件呢他会读取默认的配置文件对不对 那咱就直接s u do n 几个字吧 是不是 起来了 是吗 看一下 是不是起来了 那并且你可以看到默认是不是两个进程 master 主进程 worker 从进程啊 工作进程啊 对不对 这上午的咱们稍微给大家说过这主从解构了呀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了 现在咱就做一件事 咱们看一下这个从是吧 这从是多少 是7305 对不对 那咱们就做一件事 把这个7305干什么 让他自杀 不不是杀他 告诉他你可以死了 这kill你可以看一眼啊 不叫杀 你看 慢手段吗kill 叫sunder signal to a process 是吧 是发一个信号给这个进程 是我告诉你7305你去死吧 然后他就死了 那不是咱们把他杀了啊 对不对 你说我让你跳楼了和我把你推楼下去了是一个概念吗 不是啊啊 推是强制的是吧 我告诉你那是你愿意听的是你的事是吧 啊 OK 那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东西干什么 送走是吧 看啊咱们来个7305 是不是 执行了啊 咱们再来查询 看7305倒下了 立马就有了什么 7382 那如果你不服你把7382再干什么 再给他送走是吧 之后你再一查是吧 那7388又出来了 就这么神奇 是吧 有时候底层干活的永远都不缺 干死一个 少一个 新的立马就会给你服饰上来 真的吧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 OK那接下来咱们来本机访问一下看能不能用啊 是不是这个 什么呀 图恩尼克斯 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如何给大家来演示一个负载均衡呢 对不对 那这东西呢 咱们需要自己去写一个配置文件 但是配置文件大约是什么格式 你们还记着呢吗 啊 配置文件的这个格式 就location啊 location那是你具体写的那块那不是负载均衡那一定到路由了 location不就和咱们那个路由一样吗 对不对 啊 啊 啊 这个里面的吧 这些各种介绍不再说了啊 安装方式咱也不再说了 对吧 然后njx的控制 对吧 咱们 发信号 对吧 还有一模一样 这是我做的口音啊 啊 之后呢 这块就是我们这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杠T杠C 是吧 之后呢 这边就是配置文件的结构 对吧 我们只要把这个结构给他记熟 你玩njx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第一块是man 全局设置 全局设置基本是不需要修改的 我们可能改的话就改谁啊 就改他那个有有多少个那个工作进程 知道吧 就改worker 那你改到多少呢 啊 改到多少是比较合理 我们一般改worker是改到和cp的核心数一致 知道吧 然后再之后呢 就event event 配置工作模式 还有连接设置 就比如说每一个紫禁程 他允许连接多少个 同时有多少个连接 然后另外呢 就是一个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知道是啥吧 就他是什么kq啊 还是e pool啊 对吧 就是他的里面这个轮循模式 这个呢 是需要根据不同套装系统去使用的 因为他是针对系统底层进行的优化 然后再之后呢 atp的配置 就到了我们这个 重要的这块 是吧 虚拟主机上 aps dream 就是什么呀 负载均衡 那你给你的up stream去骑 骑好你的负载均衡名字就行了 之后你把你那些服务器扔在这里面 知道吧 然后所有就是具体的虚拟主机 location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路由嘛 对不对 匹配到什么路由 然后去做什么事情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这个里面这些属性的不再说了啊 你们应该都知道对不对 知道吧 不知道到时候看一眼吧 我特重要的跟你说啊 哎哥说说不起啊 那这event里面 第一块这就有什么 右子eepool 这就是指定他的工作模式 然后worker connections 对吧 每一个工作进程 他允许的同时的最大连接 对吧 1024 啊 然后这个工作模式这块就有几种 是吧 有eepool 有kq 有pool 有select 对吧 那这个eepool呢 是高效工作模式 是lenews下面的高效工作模式 对吧 就是他借助于系统底层实现了一种高效模式 然后kq呢 是高效工作模式 但是他是bsd 操作系统下的 对吧 就是说他根据你系统内核进行了适配 对吧 做的比较底层 那pool呢 他们都是很标准的工作模式 性能没有那么强了 对吧 然后再之后这边这些 对吧 这家各种属性 对吧 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location 对吧 location里面就有各种匹配关系 对吧 你这个是精准匹配 正德匹配 是吧 最优匹配 是吧 还是区分打小写 不区分打小写 对不对 没什么关系 最后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项目部署 你用ngs 你用什么 这个坚构去起 是吧 然后去ngs去搞定 对不对 是不是 再之后来到我们这边就是反向代理的 反向代理就反向代理到某一个服务器上 对不对 然后再之后呢 就是反向代理的负载聚航那边怎么配 对吧 ok 咱们先不用说这了 咱这服务器刚才是不是已经起来了 那起来了之后呢 比如说 你们原来有没有拿它部署过什么东西啊 就静态的 博客2048什么的部署过吗 啊 比如说啊 我先在这 我找一下 我这应该有一个2048游戏 是吧 就咱们说前端经常在写页面 把它写完了 对不对 这页面不是我写的 我拿过来扔在我的服务器里面 立马就变成我的你知道吗 我正在那有一个2048的这样的一个小游戏 对吧 那我把这个游戏呢 干什么呢 拿一份放到 放哪去呢 看下 先给它放咱们把目录里面一份啊 先给它放到咱们把目录里面一份 然后呢 咱们看一眼 这玩意长啥样啊 我现在呢 是不是直接粘来了这样的一个文件件啊 然后里面有一个index 有一个data data里面就有什么gsss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就相当于h5他们打包出来的那个文件件 知道吧 这一个文件件呢 这个index是不是就一个手印啊 那我拿到这个东西 你看啊 这就一个2048游戏 看到吧 那是不是就可以玩了 对不对 好吧 你能玩一天 你少一个方向就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多玩一会 对不对 你就按三个方向 这程序的话 这游戏啊 其实是有有漏洞的 对不对 知道吧 就你少按一个方向 这不是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吗 你就比如说你不按右方向 你就按上方向下方向和左方向 这三个方向轮流哎 就很容易玩出高分呢 知道吗 那这游戏是不是 这玩意 这玩意让你写 你会写吗 不会写 是不是前段写的 现在你把它扔在你的服务器里面就能变成你的 对不对 真的 你就从网上相中什么页面了 把它吓下去了 扔在你的服务器里就是你的 那这东西怎么办 啊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东西做什么呀 啊 直接这个压缩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我那个另外那台脑里面去了 我要把它放到我这一台电脑中 然后呢 放到咱们的一个路径中 咱们喜欢的一个路径中 是吧 那咱们项目部署一般放在哪个路径中 啊 啊 咱们的 不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项目一定不要部署在家中 我们的这目录一定要部署的啊 项目它属于什么呢 所以属于越用越大的那种资源 我们在 Lineus里面部署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在什么了 放在 VR中 VR中 VR这个路径中 为因为VR里面存的就是越用越大的那种资源 知道吧 就Lineus系统目录里面 他有一个路径叫VR 这个VR里面放的就是那种越用越大的资源 基本上我们各种软件的知识也都在这个里面 知道吧 记得是这个路径中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呀 啊 那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去这个里面去创建一个什么呀 创建一个文件点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 CDVR啊 然后 去干什么 创文件点 makedr WW 外吧 那他说咱们没有权限怎么办 他不速度 发出了 咱们有这东西吗 是不是 哎你看 是不是 那你看这个WW有了吗 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 那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什么事是把2048给他考过来啊 怎么办 cp 然后呢 啊 desktop 然后2048 对不对 然后呢 点盖 对不对 又没有权限 啊 是不是这个质量呢 是 来了吗 说2048就过来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能把这个东西解压呢 zip怎么解压 unzip 是吧 这叫unzip 出来了吗 出来了吗 啊 啊 破minion denay 是吧 不能fuck了 刚打了个ls 你要没打ls就可以fuck了是不是 那咱就直接一步到位了啊 别老了fuck了 fuck去 1048去写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让他能跑起来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首先我们应该先找到谁啊 找到nx的默认的配置文件吧 咱们再开一个啊 要不然切换不录了总切也不太好 对不对 那咱们的默认配置文件在哪呢 是不是etc中 对不对 etc里面应该有nx这个对不对 你装别的软件他应该也在这个里面 应该说90%软件应该在这里面默认 除非你定制过 对不对 那这个默认的配置文件是哪个 是不是nx.comf呀 那你之后你可以做一件事看他 然后是呀 看一下他 那这个配置文件呢就在这呢 对不对 我们把它稍微挑大一点 啊 那什么user 然后这一堆东西 这个这个路径 对不对 然后 这这些纸 对不对 然后santa file 但是啊 你看他这里面最后有一条语句叫什么 叫includeconfig.d.sign.config 哦 他这个配置文件还可以使用什么 使用包含的对不对 能把其他的配置文件包含进来 对不对 那在哪呢 config.d.sign.config.d.sign.config 那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路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config.d 对不对 然后cd什么 config.d 它是一个路径 那新的config 你发现这里面是一个什么 啊 default点config 然后之后呢 你把它也开了一下 是吧 那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开头是以什么开头 sore 这东西好像和他们学的模板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能把你整个包含到我的这个文件中 是不是 变成我的一部分 对不对 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去部署我们自己的这个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呢 是不是在这踏实一下 踏实个什么 啊 是不是 配做一个我们的游戏的配置啊 对不对 那就2048.conf 是不是 是不是 sudo 对不对 咱是不是创建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呀 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往这个文件里面是不是要去写配置啊 那你做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 啊 把这边vm是吧 sudo加上啊 因为咱们用的不是root是不是 204 vm2 2048.conf 是不是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嘛 啊 之后呢咱们就做一件事什么事 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粘过来啊 那你就从这儿往下粘呗 哎呀 又机啊 复制 然后来到这边呢 又机 粘贴 对不对 那这东西我们需不需要改干 需要 需要改谁 是把这硬刻录子干掉 对不对 是不是 硬刻录子干掉 那接下来把它干掉之后 我们这边要写谁啊 你得写这个sudo这块吧 那你是不是要把sudo这对代码粘过来啊 是不是 那sudo这对代码怎么着 是不是拿过来啊 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没用的 没关系 咱们先把它都拿过来 最后呢 再留下咱们想用的 是不是 把这东西这东西干什么 是不是 粘过来 是不是 那这样 咱们的这配置文件是不是 有 这是不是咱们自己的配置文件 那这里面它有很多没有用的 你看比如说这什么.ht 什么denay 哦 这玩意有用吗 没有 咱们就开始删啊 那一直删到了 有用的 是吧 这玩意是不是都没用 对不对 这因为它前面是不是都带着注释呢 所以咱们就都给它删了 啊 都删掉啊 这样删太慢了 是吧 滴滴啊 一行一行没删啊 这删了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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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s page 咱们还可以给它留着 是吧 删了 删删删 然后往上看看 那这些访问质的 还可以留着 以后还能用 那这个serve的话 咱们给它来一个简单的什么呢 是不是说记啊 对不对 serve name 虽然这玩意不以缩进为基础 多吗 不多吧 诶 是不是多了以后 啊 这个 这个没错记 是吧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那接下来 那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现在就给它 这是拿过来的吧 咱们别啥没干 对不对 那你要想做的事情 咱们想让2048在这 那这很简单呀 咱们的路径是VR WWW 然后2048 是不是 写完了 2048不说了 对不对 好像啥没干 但是你就配着文件启动了吗 没有 所以说咱们先做的第一件事 把NX要干什么 是不是给它关掉 不是重启啊 是关掉 关掉之后要用我们的配置文件去起 是不是 那你这会儿先干什么 sudo NX GAR S GAR S是不是给它发信号啊 Signal吗 然后干什么 Quit 是吧 优雅的退出 是吧 知道什么是优雅退出吗 比如你的电脑关机 你就点 Windows 然后电源管理 关机 然后它就 Signal关了 这叫优雅退出 知道吧 然后它不还有一个stop吗 快速退出 是不是 就干啥呢 按着电源键 按着按着 碰 电脑就关了 所以这就是差别 知道吧 那现在来看一下啊 它还有没有活着 是吧 NX现在是不是就凉了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sudo 是吧 不要先起啊 NX-T-C 是吧 GAR S-T是不是测试啊 然后GAR S-C是什么 啊 是不是指定配置文件啊 对不对 然后2048吧 然后呢 不是2048 是2048.config 是不是 对不对 走 OK不 it's accessible 对不对 之后呢 把谁去掉 刚进去了 是不是 回车 那现在服务器应该起来了 那现在服务器应该起来了 GoRap NX 是不是起来了 那之后来到我们这边怎么办 是不是访问啊 走 你看 这游戏不就部署完了吗 你们也能玩 你访问我这台电脑的IP就能玩了 看一眼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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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30 不用加端口 应该就可以玩了 对不对 你相中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玩 你 你以后相中别人的网站的资源 都可以这样拿过来 变成你的 玩上了吗 真好玩 是不是 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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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这JS怎么拿 啊 JS 啥JS 你不能看到网页圆满 打碰到JS 啥叫看到网页圆满 打碰到JS 他JS真太高了 你这不写的一起 你管他放哪 他只要有导入不就完了 他放哪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一毛钱关系 都玩上了吗 玩上证明咱们配置 是不是就成功了 是不是 就先不玩了 那你想 这不就给前端布项目吗 难吗 不难吗 以后在公司里面 怎么给前端布啊 这个配置文件 永远都不用不用再改了 怎么让前端去用啊 啊 啊 咱们现在这已经做到这了 你说以后怎么让前端去用啊 就说 哎 前端 是吧 以后你再想更新 你怎么部署呢 对 你就 你就告诉他是吧 咱们都学过FTP 这个文件传输服务器 对不对 很多东西也不用过FTP工具吗 你就告诉他干什么 你以后就往这个什么 往这2048目录里面 把你的程序 往里扔就行了 把你的各种资源 往这里面放就行了 直接就帮你部署了 直接就帮你部署完了 知道吧 所以很多前端工程师 他们停留的概念就是 哦 我用FTP 什么工具 把这资源往那里面放 我的项目就部署完了 是不是 这就我们帮他部署 难吗 难不难 像你这样一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前两天我给他部署不上 对不对 路径甚至都不用改 你就告诉他某一个路径 你确定 你给他定好了 放他就行了 别的都不用管 是不是 这不就完了吗 是啊 就这么简单呀 对不对 难吗 一点都不难 是不是 这不就给他部署2048吗 那不只是2048 各种精态资源 是不是都能这样部 对不对 你前面也可以给他加stit这个 是吧 你访问stit这个时候 我让你去访问这 对不对 那不就这样吗 一点都不复了 肯定 如果是前段的 肯定要他们的 htmlcss和js 知道吧 你比如他那个voe代码 你可以不要 部署的时候 他不要他们的voe代码 知道吧 咱们python是直接用python代码 但前段是吧 他们最终 咱们就要 htmlcss那种 那个破玩意儿 知道吧 他们的voe啥子 咱就不用了 听明白了吗 不难吗 OK 那接下来咱们来搞负载均衡 对吧 那负载均衡 这个 这块是吧 咱们在说之前呢 咱们先来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先把这2048 等先给大家挺起来 对吧 那就是 sudo 要把你在这玩没完了 把它关掉 我把这服务器关了 对吧 当然你不刷新还能玩 没事干点正事 是吧 先把这个关掉 接下来 那我们来说什么呢 我们就来说 他这个反向代理 反向代理 咱们原来学的时候 应该就只学了 这个UWSGI 对不对 但实际上啊 他应该是可以 对接任意服务器的 知道吧 他是可以对接任意服务器的 反向代理这块 就叫什么 就叫proxy开头 proxy path 反向代理 是吧 然后proxy 什么master的 是吧 反向代理某一个方法 然后proxy什么headhead 是吧 将你这个 我在反向代理的时候 我把你这头干什么 给你藏起来 是吧 藏哪块可以设置藏起来 哪些东西我可以帮你转发 哪些东西可以帮你不转发 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 是吧 但我们可以不用设置这些东西 就直接有一个proxy path 就可以解决了 就是我帮你 你请求我 我帮你把它代理到哪去 知道吧 这话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接下来啊 这样我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要将这个请求 是吧 咱们默认 现在是不是配合的是80段口 对不对 是吧 80段口 嗯 那默认80段口 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在这块给你反向代理 咱们现在是localhost是吧 我要给你反向代理到哪去啊 我把这块住点啊 说呢 不管你访问什么 我现在要去给你反向代理到本机的啊 8000段口上 或者说5000段口上吧 咱们先写一个 怎么写 proxy pass 我给你带你到本机的段口上 本机5000段口上 ADP是吧 然后什么 127.0.0.1 然后呢 5000 我现在是不是写了这样一套逻辑啊 啊 就是你请求 然后只要有斜线开头 对吧 只要就是意思 就是只要你访问我 我就跟你干什么 说匹配到本机的5000段口上去啊 是不是 对不对 OK 配置文件写好了 刚进的时候 没加的啥 刚本没有加sudo啊 没有权限 不够你read only吗 是吧 因为你权限不够 你就是只能是直读啊 还得改下了啊 把这个代码干什么 咱是不要给它住掉 那之后呢 咱们做什么呀 proxy pass 我要给你干什么 是不是反向代理 代理到哪去啊 是不是本机的 5000段口上 是不是 那就写完了 之后呢 我再把安静寺提起来 是不是这个 走 那之后呢 看一下 这个是有没有起来 是不是又启动了 你可以来这刷一下 怎么了 是报错了 咱们告诉你 Ira 课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错误页面 对不对 那因为咱们的配置文件里面 有个错误页面的配置 咱们的错误文件的配置 我给它干什么呢 我给它去了 看哪啊 在上面这块 是不是咱们的location 下个话 我有一个没有山的 看这是不是有Ira 配置 500 502 503 这块 它是不是有一些页面配置 那咱就做一件事啊 我把这些页面都干什么 都住掉 这些我都不用 对不对 是不是住了 是不是 走 走 然后呢 SUDO NG G4 G2 S 干什么 这些漏的 是不是 让它重新加弹 你刷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经常看到的 哎 这502了 哎 503了 504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呀 我那个反向代理的时候 你后段没有人接我 你没有人接我 这个服务器啊 我跟你代理到那个5000端口上 你5000端口没有人接我的请求啊 他当然就报错了呀 对不对 你的NG4实际上是没有错的 甚至后面的服务器错了 对不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NG4错了 所以说我跟你们说 在播出的时候一定要一个服务 一个服务的来 保证你的服务都是能用的 你再去把他们俩对接起来 是不是 否则你是不知道谁错了的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呢 我写一个flux程序 把它跑到5000端口上 然后咱们看看他俩能不能对接上 是不是 OK 那来到我们这边 咱们创一个 创 吓我一跳啊 创一个文件夹 然后创一个咱们的这个 啊 那个电啊 啊 拍子 1816 啊 之后呢 创建个文件夹 啊 今天对03了吧 然后 MacDR啊 哈喽 然后在之后呢 我创一个打扮的虚拟环境 对吧 怎么创虚拟环境了啊 MacVTUV对吧 干批啊 不是干批 先给他起个名吧 就叫拍子1816啊 我先看一下 有没有打扮的虚拟环境 没有啊 创一个 MacVTUV是吧 Python1816啊 干批 干批是指定什么 啊 是不是指定咱们 Python路径啊 Python3的 对吧 这么慢 哎 好了 刚说他慢 那里面应该是空的 咱们装一个谁啊 是不是Flask 装一个Flask 是吧 这会速度还是挺快的 是吧 那这会做一个什么事啊 创一个文件吧 叫helloFlask 对不对 然后 点Py 是吧 之后呢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之后呢 App就等于Flask 对不对 干干 内幕 是不是 大正呢 我们要注册一个路由吧 att app.root 然后呢 干 对吧 就写一个根就行了 是不是 index 然后呢 是不是return一个 return个什么 啊 行 哈了卧了吧 之后呢 app app 点 点 点 是吧 是不是就完了 连名字都不判断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之后呢 我把这个flask 能不能给他提起来 是不是 python hello flask 就直接启动了 是不是启动了 启动是不是5000端口 那接下来我在这加一个5000端口 看啊 加5000 是不是能用了 那我现在来5000去了 你出来能不能用 啊 能不能用 能用 为什么呀 哦 现在咱们用的后边的服务器活了 endex可以转发给你了 是不是啊 看你们去配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 什么时候都配不完 对吧 我跟你们说 让你们配上 就先配个hello word的 你不用去过 说把你的代码写了多少配上去 先把hello word的配上去 要一步一步的走 对不对 之后你再加逻辑线 你现在在之后 你是不是就只去写flask那些代码就可以了 别的东西还用改吗 不用改了 你要知道咱们用这个proxypass 这边咱们说这个反向代理这边啊 你这个proxypass 它能代理任意服务器 知道吧 软色也能对接的 知道吧 你说我要用它对接 UW3接行不行 也行 对接只有你抗行不行 也行 对接扎话行不行 都没问题的 知道吧 这个属于以后一定要多用 知道吧 反向代理 一下就过去了 知道吧 你使用UWSG那个 它只是一种方式 还并不强大 知道吧 它只是对UWSGI这个东西 有了一定的优化 而proxypass 它是更通用的这种方式 对不对 那你这东西是不是就配好了 对不对 那配好了 那这不就完成了吗 这不就成功了吗 是不是 那现在 咱们这会儿起的是不是五千段口台服务器啊 OK 那现在我如果我这边有有多台服务器呢 我有多个Flask呢 我能不能起多个呢 啊 就比如说咱们说的负载均衡 对不对 咱们现在同样是需要干一个活 对不对 但我干这个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现在这有实态电脑 我们都要去干这个 干这个活对不对 那我这会儿是不是有实态服务器啊 那我怎么去分配这个活啊 啊 怎么去分配这个活 很简单 首先就比如说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这个HelloFlask 默认启动是不是启动在五千上面 那咱们就做一件事 cp它 cp这个HelloFlask 然后呢 复制到当前目录下 给它改个名吧 叫HelloFlask 叫1.py 是不是 再来个HelloFlask 2.py 是不是 之后呢 咱们就去编辑这个HelloFlask 1.py 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呢 咱们给它加一个启动的时候的端口 启动端口知道怎么加的吧 是吧 Pot 等于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五千呢 我这回来一个五千零一的 对不对 它在一起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占有五千零一端口啊 那这回呢 再来一个二的 那这就是多少 咱改改成五千零二 对不对 等于五千零二 是不是 诶 之后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启动一个 是不是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一样 比如说我就写这个Hello2.py 这个你看看启动的时候是多少 是不是五千零二 没问题吧 OK 那接下来我怎么让这 比如说我现在骑几个终端啊 我把这几个服务器都给它骑下来 但是这几个里面的返回现在是不是一样的 返回一样的 咱们给它改成不一样的吗 是吧 就刻意的改的啊 那这个怎么不叫Hello World了 那那叫什么 Hello 啊 Rock啊 给我打个广告 我再不 不要能搁 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一般都 都是这样说 诶 这个念是哪 啊 五千零二 我一般都说这个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一点就会 OK 那我现在我这 我这几个服务器 返回 这就是访问根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就做一件事吧 他们几个都起去了 对不对 Hello Python 然后Hello Flux 是不是起了 这是五千的吗 再接下来 再干什么 再去起 CD Python 1816 然后之后呢 我看好吗 然后呢 再干什么 运行Python 什么 嗯 Hello 这一这个 那这是不是五千零一 端框的也有了 啊 再之后 再开 是吧 然后进入咱们的虚拟环境啊 然后Python 是吧 Hello Flux 2 对不对 现在是五千五千零一五千零二 是不是都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就比如说 我就访问这个根的时候 我就让他们去调度是吧 一会儿这台一会儿这台一会儿这台怎么去做 很简单 我们只要修改配置文件给它加外上负载均和模块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那咱们的配置文件哪去了 sudo vm在哪呢 vr什么意思 vr是这样 www 然后呢 是不是2048.config啊 咱就直接改这个文件啊 啊 那这里面怎么做呢 这里面 哎 哦 这块是重要一些 我说怎么又来一些注释 那是不是在这里面我们要做这个proxy path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在这块我们缺的是谁啊 是我这些设备的一个写作方式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缺的是哪个模块 是不是负载均衡啊 那负载均衡模块叫什么 啊 是不是叫upstream啊 对不对 是不是upstream啊 那你就在这写upstream 然后你就写一个mystore对吧 你不用起的很高大上的名字 对不对 你就起个名字叫mystore啊 是不是有了 那之后你在这里面写啥呀 啊 这里面就需要你把你那些服务器给我配进来 配下来 配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默认值 也可以去给他指定属性 对吧 默认值就直接写sore 然后你这个什么呀 你这设备在哪呢就行了 对吧 后面呢还可以加参数 一会咱们再去讲参数 就直接写个sore就可以了 看到 sore 然后再之后呢 sore 127.0.0.1 然后呢 50002 再之后呢 来到下面这个sore 我们在这个反向带里 你这儿你问你写啥啊 啊 啊 那你就重新带来写一个这个签前这个我跟你留着啊 省着到时候你忘了proxy pass 像这样 http 冒号什么 my 说吧 就写完了 负载巨航 那试试吧 wq 然后咱们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sudo ngx gart t gart gart 确保文件对啊 你别写错了 是吧 很有可能写错的啊 啊 2048.0.5 配个 对不对 ok吗 ok ok怎么办 钢梯是不是可以去了 走是吧 看咱们能不能成 没关系啊 看一下 graf 它可能活着呢 是不是 活着呢 对不对 那好像用的就是咱们这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那咱们可以做这样一件事 sudo ngx gart s 什么 reload 对不对 你这个多来来 是不是 reload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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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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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看到了吗 轮巡 是不是 诶 你看我访问这一个地址 它实际上是经过三台不同夫妻处理的 是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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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对不对 你把这个东西为什么总想的那么复乱呢 又没让你去设计复带军恒算法 对不对 你看你写了什么玩意儿啊 就一个upstream模块把三台服务器给我配进来 当然这话你不是本机的就写哪台服务器就写哪台服务器地址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然后最后你俩这一调度的时候 啊 这就是你那附带军恒服务器的模块的名字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有多难 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吗 没有 只不过是你以前没有接触过 或者说你懒你根本没有去写 老师跟你说过你不去写 现在讲了吗 明天事前把这东西记住是吧 最终搞定 对吧 是不是 在咱们目录里面倒是都给你们了 没什么用 但是你去那atman网站2048有的是现成的 给他hub上面 不仅2048什么贪吃蛇 坦克大战 飞机大战 啥没有啊 你自己都在网站都放进去 是不是 对不对 难吗 确实不难是吧 你看你这一写活都感觉无敌自容了 是吧